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强说我就去替你炒股 如果是亏了那我就把这个钱补出 但他就没有付出行动 明天上午十点 好 我们客户是一个做游戏的公司 有一个最成年人 用他爷爷的身份信息和铃铛卡的游戏 通知了几万块钱 看着明天下午一天吧 你没出场 哈哈哈哈一脸懵穿 我们客户是一个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客户是一个做游戏的公司啊 有一个用户是个小孩 为少年人用他爷爷的身份信息和 他可以转文字啊 铃铛卡的 哈哈刚说完 目前是普通话转文字 张宁不是普通话吗 史律师他的普通话是很标准的 我的意思是 你就没有办法使用这个功能了 哈哈哈哈 郭乐律师来了 来来来 快坐坐坐 他们当面的发布 抽一下案件基本情况 它是一个遗产纠纷的案件 李先生和李女士呢 是夫妻 共同经营了一家食品公司 两个人都是股东 但是他们多年以来呢 就没有孩子 要借精生子 生了女儿 借精生子 生了女儿之后呢 这个李先生有点反悔 所以他就出轨了这个方小姐 方小姐呢 不知道李先生已经结婚了 也不知道他有个女儿 他们同居在一起 然后方小姐呢 给这个李先生生了个儿子 李先生就非常高兴 他非常喜欢这个儿子 并且呢 不断地去给这个方小姐转账 大概转了两百万左右 作为这个叫儿子的教育基金 然后后来呢 这个李先生就生病了 生病期间呢 也是在和这个方小姐住在一起 病重区之前 他有一份这个所谓口头遗嘱 但是没有公正 他讲呢 我所有的公司股权 包括我所有的这个其他财产 都留给儿子 不给女儿 后来呢 这个李先生就不用去治了 这么复杂 然后这个方小姐呢 就回来找这个李女士 来要这笔遗产 因为李女士呢 当然就准备不给了 然后后来这个方小姐呢 决定去起诉这个李女士 那我们代表李女士 她最好的 这个离罪理想状态啊 是说我什么都不给 对吧 既然是我的 然后她的底线呢 是说按法定继承 不能按遗嘱继承 因为她认为那个一种无效的 这个方小姐 要把那二百万还回来 方小姐呢 当然也请了律师 她这个律师呢 今天晚上八点 会到咱们的事务所 来和咱们去谈 谈判的时候呢 会有你们两个主导 第二点的时候 你们看你们的这个状态 然后你们准备好了 你们来找我 咱们聊 好不好 好好好 找个地方讨论一下吧 按照案件的顺序来吧 首先第一个应该是 这个人工受精的 这个女儿的法律地位问题 对吧 对 其实就是 是否是子女 对 关于夫妻离婚后 人工受精 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 如何确定的富含 什么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双方一致 同一人工受精的 所生子女 应当视为婚生子女 夫妻共同在哪儿 认定问题 主要是婚姻法 十七十八条 股份继承 我怎么这只搜索 我是不是要以 那个模糊搜索 不是股份继承 是股权继承 跟你一起打就法律 要不要放心 他俩还挺默契的 互补的感觉 哥 我写这些有好多问题 你现在说你能 这次这个项目 是一个装潢设计的 抄袭案件 我们有个客户 是个艺人性章 他在云南 投资了一家客栈 这几个青店 开张宣传的时候 在网上被 另一家客栈发文 说这家客栈的 设计风格是抄袭他们的 并发了公开声明 要求我们停止清权 那么经调查发现 他们用的是同一家设计单位 我们谈判的底线 首先是第一 我们肯定是不会赔得道歉的 第二赔偿人民币10万亿内 前提是 对方必须确认 我们没有清权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案件情况 今天下午1点左右 我们会和设计公司 有一个电话的沟通 这个问题由你们来问 哥 我觉得我们得先问这一组 就是先把他们三个的关系确定下来 这样就能知道著作权到底是在谁手里 然后确定这个之后 我们再谈就是跟云志南之间的关系 你觉得这样一个逻辑 可以啊 你看它分了两条路 一个是约定归公司所有 那如果是归公司所有的话 那我把我公司享有的出作权 我再使用在另外一个业务上 那我其实是没有侵犯任何人的出作权的 罗逼的情况反正就是这个出作权不归公司所有 那这个时候我们有讨论这个侵权的余地 我们侵犯的是马尾的出作权 那也其实也跟拉萨没关系 对吧 OK OK 反正这怎么也不会落到拉萨手里 OK 设计公司则可能比我们大一点 对 那10万我觉得他绝对要赔好吧 10万是 10万他肯定要是赔给我们的 对我没什么可以商量 这个案子会不会有点太简单了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这我们 不知道我们的脑壳的 这个思路是不是有点问题 我有点怀疑 不是最后怎么感觉分析下来 好像不敢怎么样 这个 就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怎么说都没什么关系 那我们明天跟那个云萨谈什么呀 就跟他们唠唠嗑啥啥呀 我总感觉我们的这个逻辑里面是不是漏洞啊 我现在有点害怕 我也觉得有点难以置信 他俩不敢相信这么顺利 五十一分了 我们要不要先打 打着 你能录音好吧 好的 你能录音好 你已进入会议 我说拿下我打印的那个材料 等了 我也打了一包 我也拿一下吧 谢谢 喂 你好 你好 可以听见吗 是 是哪位 你好 我这边是均和律师事务所的 请问您现在方便回答我们一点问题吗 那你先问一下我是谁 我是王赵 不好意思 我们等一下 那个设计公司 好的 可以说两句 好的 好的 我给你进来的是吧 嗯 喂谁上线了 你好 是鼎鼎设计公司 是张先生吗 对我是 是我们是张女士的折托律师 我姓王 我们两位主观的这个律师 一位朱律师 一位丁律师 他们可能就这个事情想和你再了解一下事实情况 好的 没问题 谢谢 谢谢 那么丁律师和祝律师 你们把相关的这个具体实际上和张先生沟通一下吧 好的 张先生首先这个 刚刚那个王预师也介绍过的 然后今天咱们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沟通电话的交流会议 然后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 就是咱们双方都不用太过紧张 也不用太过正式 就当然就是聊聊天 好不好 他越这么说对方越紧张 没问题 好的呀 你们公司跟这个马威之间 有没有就这个著作权做出一些明确的约定啊 是这样的 就是和我们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 都明确约定了 在工作期间产生的任何的知识产权都归属于公司 这是非常明确的 然后我再问一个 就是你们跟这个云之南签的时候 有没有向云之南披露过 说你们之前曾经给拉萨做过一版这样的设计 这个真不清楚 因为像在一个设计公司那么多设计项目 可能就是说每一个就特别的那个去跟 然后这个我说一点就是 万一就是说以后 那个对方要我们承担责任的话 你们这边大概就是愿意做出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的这种 比如说或者说道歉啊 或者说这个赔钱啊 这样子的 我觉得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个前提啊 我们有什么过错呢 在这里边 让我们去承担赔钱 让我们去道歉 就是呃 假设咱们有过错 假设你们这边有过错 假设的问题啊 就是你现在给我打这个电话 我现在依旧没有搞明白 我们在这里边到底有什么过错 我们到底是切换了谁的权利啊 还是为什么要过来把我吃钱还进来 啊 好感到 丁律师 我们今天和张先生是了解一个事实的 嗯 至于和张先生他们公司之间的这个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先换一换 好不好 好的 好的 我这里补充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你们和云上拉萨的这份协议 你们的著作权的归属 你们有约定吗 我印象里边应该是没有的 第二个问题是 云上拉萨他们的设计师 你们单方作品还是共同设计作品 好棒啊 毕竟是无限 这个还真不清楚 因为这个项目确实我没有具体去跟 这个到时候我再问一下这个马威设计师 好的 好的 那行 谢谢啊 嗯 谢谢 好的 谢谢 谢谢 希望各位律师 拜拜 完了 魔力来电了 完了 完了 啊 立个来了 天呐 天呐 王绿 哎 是两位啊 嗯 那个 今天以前我在和他们问问题的时候 最后两个问题实际上是 你们没问到 只有我再去问 对的 对的 你们一直在问云之男和他的关系 但实际上 我们首先要问对方 有没有愿意把他把资产才输回他的 另外一个他有没有参与公共设计 嗯 这个两个问题实际上是要问 是一个核心问题 对对对 而且今天我们不是谈判 嗯 所以说你去向对方说 啊 你有错 你总赔偿 那对方肯定会犯贷 嗯 因为看你给他 对对对 对对对 然后呢 你们在晚上再好好准备一下 嗯 但不用问太晚啊 好的 好的 好 那谢谢王绿哦 嗯 拜拜 拜拜 嗯 但是刚刚王绿问的那个问题 就是说 你在设计方案的时候 对方投入了多大的人力 这个其实我们之前都有看到过 就是那个共同合作完成的处理 嗯 是吧 我没有老口 好废哦 果然还是不能问人家赔钱的事情 我还问说假设你们有错误 这不是 这不找出吗 开始反省 那如果那座全组云上拉赞和鼎鼎共有呢 这个情况下 那我们有没有侵权呢 有 有吗 他们就是准备这个的吧 对的 我觉得 我觉得明天这应该是他们会特别攻击我们的一个点 对 这我觉得应该会恶战 应该会至少纠缠一个小时 咱俩这个组合其实蛮有意思的 我也觉得 这个是年纪最小的 一个是群聚最大的 我感觉跟你在时间长了 因为会变得叛逆 那你要不要这个结束 结束跟网趴双架给我拆组吗 不拆啊 不拆 跟你在一起我觉得很荣幸 荣幸这个词用的有点太大了 给你带行为很荣幸 我觉得明天我们的策略是 状况不改 陪你当心也没有 然后这个我们就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将来我们可以一起合作 哦 底线是配十万吗 对 对 对 有一个小技巧 我想跟你们分享 因为现在我们其实很多时候 需要和客户开电话会 如果我们在谈判过程中 有一些需要内部讨论的事情怎么办呢 我们只需要一键关闭麦克风 一键关闭摄像头 我们这样可以快速便捷的保护隐私 我列了一个法律的点 一个事实的点 然后法律点是郁成 郁成先讲 我就先说一下 就是我们一个法律分析的一个情况吧 这个我们的继承的方式 遗嘱还是说是法定继承 对 然后法定继承呢 就涉及到借金 然后生下这个女儿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律地位 然后我们就查了一个 关于这个 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夫妻离婚后 人工受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 如何确定得富含 然后就是关于这个涉案财产的问题了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 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然后有些 这样好就有些事实问题了 就有点关于的 对对对我还没说完 对对我还没说完 还没说完 对对 然后还有就是认为她这个收藏 它是不是一种投资的行为 我稍微补充一下是有个 就是继承法律是三条是说的 那个生活有特殊困难的 那个劳动能力的继承人 和主要抚养义务 好尴尬 关于那个法院的判断 一般是说你有没有照顾她呀 有没有生活上的慰藉呀 我感觉她是有的 然后第十四条的呢 她说那个酌情分的遗产权 方女士 第十三条其实不适用于方女士 主要是第十四条 主要是她属于继承人以外的一个 好 挺好 行啊 那那这样吧 反正都都十二点了 咱们中午一块吃点饭 好的 你们你们点吧 待会儿我给你报销 不用关系这个问题啊 想点啥点啥好吧 郭律您是北京人吗 我猜到 不好意思 说话说不清楚就是北京人 没有 不好意思 我想问您的问题啊 郭律喜欢吃什么 他不吃猪肉 不是猪肉 但是有没有这种最喜欢的餐厅 不对 这就给你们的任务啊 你找我来干嘛呀 不是您 这你给他不给他猪肉就行了 他俩都不吃猪肉 好 好 好 郁程 哎 咱们点吃啊 我还是没 我随便吃什么都可以 对一个 可以我觉得挺好的 对的 我也觉得 但这种 是不是不太好在公司吃啊 牛鸡骨啊什么 那一排 大股双 我也觉得 看 这是烤的 还有得赶快决定 那不好慢的送完 对 但是花了多少时间点餐 你们是已经吃完饭了吗 没有啊 我要跟 我要跟我们帅气的过滤一句 哈哈哈哈 过滤 走走走走走 谢谢 谢谢 咱们去那边吃饭哪里 不知道点子合不合你口味 我都还好 吃饭的事 反正我就是意思意思 形式上吃了饭了就行了 嗯 过滤 身材保持得比较好 其实我是那种 就是吃一点就吸收 然后就长胖的那种 但是这样练起来就特别快 啊对 捡起来比较快 然后练起来比较快 这种 这就是他家的招牌 蛋黄鸡翅 然后这一根是清炖牛肉 然后想要有个蔬菜 然后这里有一个虾 就够了一 天 吃饭这还用的 那样吃什么 来来来吃吃 喝流师 你们在北京住哪一块 我在北京住巴达厨那边 哦 西边 来 西边 最西边 超级远 今年Stanford有一个 就知产权的同学 然后他也是趴了 然后他也住西家 那一道什么区 哦 石井山 石井山 18岁就石井山去 那还要再过去一点 我是出生就在石井山 就三十多年 一直没有离开石井山 基本上 基本上 那你们将来 比如说要真的这个入职的话 就希望在北京 还是在上海 北京 一定北京 一程一句话不说 因为我在北京待那么久 我很熟 哦 好吧 而且当时我也是在有一个 接触上 然后有个 特别顶尖的美资所的 做资本事上 特别厉害的 然后在中国 练习比较好的 然后他跟我说 你学着这东西 我们也用不上 他觉得 你以后来都投我们吧 我也不会不要你 然后后面 后面我听到好多人都吐槽 他好会聊天啊 往下 你是不是也是闷头吃那种 反正不是一个很顺的路 就是说你看 你会看到明显的平静 对 我觉得是 而且我觉得他们的office 也太少了 好多外所 就是他们在国外 有些排名特别高 但是在北京上海 他们就10个人 就是不到10个人 而且他们的业务 真是很有限 就特别是越来越被挤压 当年还好 现在其实国内的 学会非常非常快 雨晨你有效你就说 我感觉你是有效 你有效你不说 没有 就是 也不是说不说 就我想就是先听你们聊一聊 然后主要想先听郭老师 就是聊一聊自己的经历什么的 郭老师 一个叫郭绿 一个叫郭老师 郭老师 我应该是 他们可以有经验吧 我觉得我们最开始 讲讲 跑跑跑跑跑 越讲越多 我们破绽越多 先听他们讲 因为我们请他们过来 那我们肯定要表示我们 首先开口的应该是我们 我们不是被告吗 我们是约他们过来谈 你要想谈谈的地点在我们这儿 每个是无所谓的 我们最好是让他先说 我倒是觉得这样没必要方案 怎么这么快就这么尴尬了 你俩先谈个派 对 内部先谈派 我其实有个问题是 他是一个小孩的话 他教育资金要花两百万吗 就是说你的教育 是不是超过了教育所需的部分 那个法律的点是什么 什么意思 我没听懂 要做的第一个工作 要先把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给弄出来 这是一个首先的先决条件 我们就先谈这个 就是他是不是夫妻共同财产这个东西 不是我们可以说了算 我们说他是 他就是说他不是 他就不是 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们的视线还少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得知道这个 李先生他父母的意思 李先生他父母对于这个财产是怎么想的 应该是这样一个前提 无论怎么样 我们要首先考虑这个他父母 我觉得遗嘱其成那个可以我来讲 不行 你从头到不能把这些东西都说成这样子 我觉得啊 天呐 他们会吵架吗 你感觉到一丝火药味是不是 谢谢 马上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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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 给了一下 马上到了 进行中 204 对方 对方气场很足 让这是茶水 自变 它可以 它处理的挺得当的 自变 我也不跟你倒了 但是 我也有氣勢 對 我也有 他們倆之間的矛盾是沒有去進行一個 這樣去談判嗎 那個現在 方女士那邊是怎麼想的 你 您 我不知道怎麼稱呼您 那個 大家先互相介紹一下 對 我們先互相認識一下 好 我姓張 張律師好 這位是陸律師 好 陸律師你好 我是君賀的王霄 您是 劉玉成君賀的 君賀 郭涛 您好 我們是看門見山說嗎 還是先聽你們說呢 您直接一點就可以 我們第一步 從這個整個要繼承的這樣一個遺產的範圍 和這個繼承人的分配的角度 來看我們怎麼來協調這個事情 一來這個語言的先導權已經交換三次了 對於在對於遺產的範圍的話 我們覺得的話 這所有的上述在這個案件的這個事實部分 所列的所有財產 都是李女士和李先生的夫妻共同財產 在於對於所有的財產的話 首先要把50%給李女士之後 再會進行遺產的分割 您能具體明確一下嗎 包括個人賬戶存款了360萬 夫妻共同存款632萬 當地的房產兩套 然後食品公司的所有的股權 李先生購買的名貨 同時呢 對於200萬元的李先生 以匯款形式混入 就是我們假定的兒子的那個教育基金 我們覺得是有必要把它撤回的 因為它是一個無效的 一個儲費行為 那200萬我覺得也是夫妻的共同財產 我說一下我們的理解 首先關於這個共同存款 這個632萬 我是毫無疑問的 好 但是個人賬戶那360萬 作為一對夫妻來講 從通常的 可能你們還年輕 沒有成家 這一句好狠 但是從正常的夫妻的角度來講 如果說是簡單的 夫妻共有制的話 它不會去存在說 個人賬戶和夫妻共同賬戶 同時存在的這樣一個情況 然後兩套房產 婚後購置的我們這個沒有什麼意見 這肯定是共同的財產 那至於這個空置的 他婚前所得的這個房屋 這個毫無疑問是他的個人財產 您為什麼覺得這個婚前購買的 88萬多房產是個人財產 那為什麼不是呢 我首先覺得第一個 他雖然是婚前所買 他的這個副首付的這個款項 有可能是 不是他的個人財產 其次 我覺得在當時的情況下 他可能並不會 有那個 就是還有可能還貸的行為 然後之後他們是以夫妻的 共同收入進行還貸 所以說我覺得 這有相當的比例 都是自己的問題 這我不說這個 自己答起來了 天哪 他之前這個880萬 婚前買的 然後婚後就直接白售起家了 他當時就是為了先買這個880萬 然後再白售起家嗎 不 我覺得你看要尊重這個事實 其實啊 就我們對這個李女士的了解 他是作為這個婚房來使用的 然後呢 當時呢其實也就是他們兩個 一起出錢 然後買的這套房子 對 然後之後呢 就想通過就是 未來的努力啊 然後經營啊 然後再把這個就是 貸的錢呢 就還了 我可以給兩位一個承諾 如果說有確切的證據 證明李女士對於這套房子 有任何的出資或者還貸的 關於他相關的權益 我們不會去侵債 這個雙方可以認可嗎 可以 可以認可啊 可以 然後下一個是這個字畫 這是字畫其實啊 你說李女士不知道 這肯定是知道的呀 他他一起買過來裝飾房子呀 這個東西就是非常正常的一個事情啊 我怎麼可能會不知道 然後還有個人賬戶買了名畫 然後放在我李女士這兒 你說的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不知道是用他們夫妻共同財產的錢 去買的這個字畫 這不可能啊 這個我們這樣 這個我們沒有認為認為說他不知道 這個畫本身就是他們處處 那怎麼能說他是不知道呢 對對對 哇 我好可怕啊這次談判 救命 我們 我們來解釋 可能剛剛表述有一點點問題 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不可能不知道是用他們自己的錢來買的 可不可以考慮一下 這個有一些畫什麼時候購買的 或者有可能在婚前的時候 已經開始收藏購買 如果說是婚前的話 他如果說是按照 以他自己的這個個人賬戶 然後買的這個畫的話 方式沒有什麼問題的 對 還有一些我覺得結合到前面的這個360萬 也是使用個人賬戶這一點來看 我覺得從名畫上和他這個存款的 這個生活習慣上 我覺得他從這種生活習慣購買習慣 可能確實是已經區分好了 夫妻財產制的 就是分開那種一定的可能性 那我這個不能認可 因為根本沒有任何的協議的存在 其實其實資產越多的夫妻 是越會去區分財產制 但是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我覺得中國的法院 比如在盧州案 他可能就完全否認了這樣的一種情況 我覺得這位律師為什麼一定要 這樣定義我們這邊當事人呢 我怎麼感覺我們快結束了呢 差不多 我們去看一下他們參加談判 不要站太近啊 那個是玻璃門看得到 偷偷摸瞅一下 看看什麼形式 我比較愛 應該我過去不能明天吧 狗狗碎碎 我但你穿的鮮豔啊 沒事沒事你可以 我想從鏡子裡面來 我建議他他應該抱一盆花過去 用花擋著自己這樣慢慢挪 你先回去我們兩個太明顯了 我就假的我去坐一下電梯 然後走到二十二樓再上來好吧 小一軒啊就特別喜歡幹這件事兒 哈哈哈哈 小一軒啊就特別喜歡幹這件事兒 哈哈哈哈哈哈 浪費電 哈哈哈 他們可能對裡邊情況不是很瞭解 所以他知道怎麼做以後 他們心裡有個數 因為畢竟是人生當中第一次談判 相當於我們做節目之前去看一下舞臺 對對對 自己站在台 對對對 踩踩踩踩踩踩 這個是有有用的 他們兩個大概坐在這樣子的位置 然後郭帕坐在 就是相當於這裡又加了一個凳子 坐在這個地方 就是離他們很遠是吧 就有一種會議主持人的感覺 他可能當那種裁判員 仲裁員 那種感覺 或者當人民調解員 也有一點點 我覺得有可能 這邊還可以繼續談下去嗎 我同意您的觀點 我們今天來這兒就是解決問題 否則我們思維律師 也不會說這個大晚上的周日 還在這兒坐著談也沒必要 我們是不希望有一些類似於人身攻擊 或者是道德攻擊上面的畫出來 那麼我們其實都是明知大家是什麼樣的身份 但是事已至此嘛 就互相尊重一下還是 因為後面的問題比較關鍵一點 前面前期講的都是關於遺產的範圍而已 那麼後面的就是關於這個遺囑的效力問題 我有點我稍微有點可能誤解了您的意思 我覺得我以為我們剛才談判的基礎是這個遺囑無效 不管是有遺囑繼承還是依法定繼承 那都要去考核整個繼承的遺產的範圍 對呀 沒錯 那您這邊提出這個口頭遺囑 那你們就先說一下吧 好吧 口頭遺囑各位也是知道的 就是屬於一個是在一個非常緊急的情況下面 成立的 目前這個緊急的情況確實是存在的 就是在20年3月份的時候 那麼李先生過世前 他是因為病情的急轉之下 所以立了一個口頭遺囑 因為李先生的父母當時也是在場 您說的見證人 是您只是指李先生的父母嗎 當然不可能只是父母 應該不只是父母 包括在疾病診療的過程當中 肯定是有醫務人員的存在 對 而我們也是通過醫院負責人的 一直在搖 這個態度來告訴我們 這樣一個醫院的存在 我不知道您羊頭是要表達什麼 我表達完了 我再聽 我同意您真講話的權利 但是我不同意您講話的內容 輕人的笑聲 好可怕 因為我們覺得 一個遺囑的話 按照法律上 民法上我們講 是一個要事法律行為 比如說對子女撫養關係 子女的撫養權的劃分 都是非常重大的 那我們法院的判斷的話 就要嚴格依照 民法中的 它規定的要件進行 依依的審查 只要有一個不符合 那法院是絕對不會認可的 所以說我們覺得在這地方 覺得這個口頭遺囑就是無效 但是他還是蠻有氣場的啊 但是我跟你說 其實在司法時間中 法院考慮到 遺囑是被繼承人 他最後的一個心願的 唯一的一樣東西 他很希望去幫助 被繼承人 去完成這樣的一個心願的 我不知道可能我們 對方律師就是上的 不是同一個法學院 上的不是同一個法學院 而我的法學院的 所有的民法的老師 都這樣講過 我不知道對方代理人 這個上的是什麼法學院 我也不知道 你處理和經歷過 多少和遺產相關的案件 假設法庭 在事實調查的過程當中 他認可了這個 口頭遺囑的效力 那麼關於這個遺產繼承 我們剛才所討論的範圍 剛才我們的談判 關於遺產範圍的認定 雙方會反言嗎 不是 我這邊的是 就是我們客戶 咱們律師都是為客戶服務的 然後我們客戶就講了 如果是遺囑繼承 那我們今天的所有的談判東西 都是無效的 你們適當的進行一個補償 可以接受嗎 我們如果你們用補償這個詞 我覺得不太好接受 其實咱們也知道 你知道 沒關係 讓我說吧 好吧 好 郭律臉都氣歪了 你發現沒有 其實對方也是一個 非常有經驗的這個律師 就是 其實這方面的案子 我覺得對方應該是 就是見的比較多了吧 就是 像這種情況 就是剛開始的時候 什麼都不管 然後到了就是進來的時候 就插住你的生活 不行了 然後再開始照顧你 然後現在就來討論這個遺產的分 這個問題 烤料起司 哇 這兩個人該選誰呢 我覺得 我覺得你說這個 扯遠了 扯遠了 我們 我們回歸到 我覺得說這個就沒有什麼很大的意義 如果說是帶著這樣的氣氛 就這樣的心情去談的話 也沒什麼 就沒辦法去談下去 我們的目的還是要解決這個問題的 是不是 我們認為 方女士的這個 生下的這位男嬰 並不一定是李先生的孩子 所以說我們覺得這個 繼承人他的資格他有沒有 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 如果資格都沒有的話 我覺得沒有必要進行之下的什麼討論 那是沒有意義的 如果說 這樣一個前提條件都沒有辦法達成的話 那我們就不談了吧 這是談崩了的意思是不是 崩得很 就不想跟你再談 對 我們覺得我們雙方 都有必要在法律和情感的 雙方面和我們的當事人都進行一下 溝通 謝謝二位的時間 謝謝 你們還在呢 怎麼樣 有達到你嗎 準備 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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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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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自己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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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打 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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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主张的主张 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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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我们 在 我们在 我们在 在 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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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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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首先 在 我们在 我们在 在 在 我们 在 我们在 在 我们 在 我们 在 在 我们在 在 我们在 在 我们在 我们 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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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在 在 我们 在 在 我们 我们 在 在 我们 我们 在 我们 我们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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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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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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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